社会地震影响大大降低民众到花莲游玩的意愿 除了餐饮业 业绩下滑七八成 旅宿业住房率更是惨淡 现在就有海星餐厅转型做特色便当 民宿则是体验初期备品 希望可以维持员工的心知 度过这一波旅游抵潮 桌上好几盒便当 菜色多样相当缤纷 老板细心装盘新鲜干贝用料给好给卖 就靠浓潮烹调过程 仿佛隔着一幕 嗓气都会扑鼻而来 这就是便当主菜会不会太澎湃 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就同事分享 会啊会想定 因为现在真的是有没有游客 顾客一定就是一大袋之间知名海鲜店 就位在花莲 因为没了观光客不得已 只能想办法暂时转型 地震后其实整个业绩就是下滑 现在大概都是平常日的话 就剩大概两两成或三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做一些 比如说龙虾便当啊 或是一些面线包肉粽或是水饺啊 一定是做不回来 但是我们就至少说 可以维持员工的薪水啊 为了不让员工失去桃楼 真的是能耸得到能做的都做了 而民宿业者卒是把能卖的都给卖了 慢慢卖啦 现在都要换钱了啦 然后民宿已经关了好几 已经好几家都营业了啦 民宿与楼街带区直接变成跳蚤市场 把停业用不到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甩卖 希望能减薪一些负担 即便除清家要打两折 还是要想尽办法换一些现金回来 而农业部分因为中恒台八线交通受阻 农民只能在管制时间内送下山 才说太慢就整缝烂 菜已经烂掉一半了 再不抢购的话 真的我们吃什么 这次损失多少 百一百多万跑不掉了 菜农均对市售不出来 总要卖给超市的货 现在都还烂在土里 花莲人的生活 现在可真的都不好过 记者项目业学历行花莲早报道 ziel季化 热 谢谢大家